塞车啊 塞车 你做的是什么车 我做的是 马自达 我们做的都是Bench 都是Rose Royce 你做马自达 怪不得你塞车 你做马自达 你根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会 黑帮老大为了竞选委员洗白自己 居然杀人灭口颠倒回败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巨星片黑金 由梁家辉饰演的松林邦邦主 以赌博游戏机起家的周朝鲜 和背头哥是下届立委委员的候选人 两人都是黑社会出身 手下都有一帮出生入死的兄弟 而究竟谁能当选 府外的侯副部长是关键人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周朝鲜获胜的希望非常大 由于侯副部长吃了周朝鲜很多的钱 因此最后决定 提名周朝鲜为正式的候选人 可把背头哥起得不轻了 正当周朝鲜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没想到调查局 正在秘密搜集他的犯罪证据 准备来个釜底抽筋把他给搬倒 由刘德华饰演的方国辉 是这次任务的主要负责人 在一个不祥之夜 方国辉带领小组成员 来到周朝鲜的游戏厅 进行秘密的调查取证 游戏厅里人声鼎沸 比赛事场还热闹 前来赌博的人是无洋无洋的 方国辉让手下报警 但负责这个票区的警察 早就被周朝鲜给买通了 根本就不出警 方国辉眼珠一转寄上信来 谎称有人在这里贩毒 让警察赶快过来 腐败的警察们终于来到了游戏厅 但这帮家伙收了钱之后 很快就离开了 游戏大厅的尽头有一道门 只有会员才能刷卡进入 这里面清一色的 全是大型的赌博游戏机 当方国辉的手下 利用偷来的会员卡 刚一进去 就被游戏厅的工作人员给发现了 双方随即展开了肉搏站 方国辉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带着自己的两个手下仨子就跑 拿到证据的调查局 很快便将周朝鲜送上了法庭 但是法官早就被周朝鲜给收买了 不仅宣布周朝鲜无罪 而且还把收缴的游戏机给还了回去 小吴是一个饥饿如仇的女记者 对周朝鲜这个衣冠禽兽 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非常的鄙视 官司出了方国辉非常沮丧 小吴作为同道中人 写了张便条加以鼓励 方国辉的老爸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老爷子开出租车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给儿子物色一个举朋友 这方国辉老大不小了还单着 当父亲的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希望能早一点帮上孙子 侯副部长这个大贪官为了捞钱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利用意卖零固塔的机会 让急着当委员的周朝鲜捐钱 周朝鲜哪敢待办呢 当场就捐出了六千万 为了获得周朝鲜更多的犯罪证据 方国辉的调查组 找到了某建筑公司的林老板 由于周朝鲜抢走了所有的工程 林老板早就气不过 因此最终答应做调查局的卧底 趁一帮人开会的时候搜集众女 这次的会议由周朝鲜主持 与会人员全都是各个建筑公司的老板 狂妄的周朝鲜在会议上 口误遮拦的大放厥词 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全都说了 都被林老板给撸了相 当周朝鲜发现之后是恼羞承诺 当场命令手下追杀林老板 最后在方国辉等人的帮助下 林老板才捡了一条老命 一部电影的节奏非常重要 刚才已经打得鸡飞狗跳了 这会儿该来点爱情元素了 不然这帅哥美女岂不是就浪费了 当年的刘德华真的是颜值巅峰 吴晨军这位大罪美女 也是别有一番风韵的 由于方国辉的调查组 一直咬着周朝鲜不放 让周朝鲜非常烦恼 他企图通过惯用的行贿手段 拉拢俯视方国辉 但一直没有奏效 周朝鲜在开会时的录像资料 很快被送到了侯副部长手里 侯副部长看完之后 差点把鼻子给气坏了 不仅把周朝鲜臭骂了一顿 还把委员的提名改成了背头哥 这下可怕周朝鲜给气坏 方国辉正准备对周朝鲜 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突然被他的顶头上司给停职了 很显然的 这位上司也被周朝鲜给收买了 得知方国辉被停职 小吴利用记者的身份 趁着采访的机会 把方国辉写的一封信交给了部长 被取消提名的周朝鲜不死心的 趁着背头哥开记者召带会的机会 带人来到现场 公开宣布自己今后将会 以无党派的身份 继续参加委员的竞选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周朝鲜又策划了一个阴谋 让支持他的出租车司机们 故意挑事 造成市区的大面积堵车 然后他再出面化解 这一招可以说是文准狠 当带病坚持到现场调停的周朝鲜 一出现就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 经过媒体在一报道 周朝鲜的形象马上就高大了起来 方国辉那位开出租车的老爸 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卸斗 但成文失火殃及吃鱼 如果不是方国辉及时到达现场 他老爸故意就成炮灰了 在部长的支持下 方国辉终于复职了 并对周朝鲜等人继续展开调查 善缘山庄是那些腐败官员 搞违法活动的秘密据点 而山庄里的这个贾大师 则是行贿受惠环节的中年人 主要负责穿着引线 方国辉的调查小组 正在跟踪贾大师的时候 误入了对方的圈套 他在一个手下 不幸在这个行动中挂掉 背头哥和周朝鲜 为了竞选委员 双方可谓是无所不用其忌 背头哥认为 调查小组成员的词 就是周朝鲜派人干的 周朝鲜那边也不吃辱 臭鸡蛋马上就扔了过去 背头哥一怒之下 揭穿了周朝鲜老婆的黑历史 我就亲眼看到你十年前 在五月花 在新加坡舞厅当小姐的时候 哇 是可认输不可认的 周朝鲜没想到 背头哥竟然如此的卑鄙 既然没办法公平竞争 那只能玩下三滥 在一个下着雨的深夜 周朝鲜派出的女杀手 成功诱惑了背头哥 并当场把背头哥 从天堂送进了地狱 背头哥这一死 周朝鲜也就没了竞争对手 很快便当选了委员 对调查组来说 目前是时间节任务机 如果再不能拿到周朝鲜的犯罪证据 那么周朝鲜一旦入职 就再也拿他没办法 因为按照规定 某个人一旦成为了立法委的委员 那么他之前干的所有坏事 都可以一笔够效 而这帮府外官员和周朝鲜 干的所有坏事 最清楚的人 就是善缘善庄的贾大师 这个贾大师不仅靠着 忽悠人骗取信徒们的钱财 而且还联合背头哥秘密贩毒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经过情绪逼供 贾大师很快就答应合作 周朝鲜是个野心极大的人 他并不满足只当一个委员 为了让自己的事业 更上一个台阶 他联合一些 有黑社会背景的委员 准备另立山头干一番事业 在贾大师的配合下 方国辉等人乔装打扮 进入到了周朝鲜家 从周朝鲜的电脑里 拿到了受回官员的名单 当听说自己的行贿资料 被人偷走了 周朝鲜也没心思及早 组织手下开始追杀方国辉等人 但得知消息的各大新闻媒体 早就等候多时了 周朝鲜的老婆一看形势不妙 急忙带着手下落荒而逃了 鉴于周朝鲜捅的娄子太大 侯府部长一怒之下 决定把周朝鲜给干掉一绝后患 但他忘了周朝鲜可是松林邦的帮主 在黑道上混了大半辈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岂能没有防备 很快周朝鲜的手下 就把侯府部长的手下给控制了 当侯府部长正陪着客人吃饭的时候 发现周朝鲜又回来了 他意识到大师不好就想逃跑 但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周朝鲜给封死了 这侯府部长平时挺横 可到了这个时候彻底松 连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骨气都没有 跪在周朝鲜的面前 希望能饶他一套狗命 周朝鲜向来是傻人不眨眼 这个时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心腹大患 他最终把侯府部长给吊死了 周朝鲜知道这是个是非之地 不能再待下去了 于是便脱家带口的准备跑路 咱也不知道这周朝鲜是怎么想的 既然是逃跑 咱能不能低调点了 搞这么大的阵势 连门口卖烤白薯的大爷都得着气了 更何况那些嗅觉灵敏的媒体 方国辉当然不能让这个 罪大恶意的家伙跑了 双方很快展开了对公 这周朝鲜虽然坏 但也是重情重义的男人 老婆的惨死让他痛不欲生 也不反抗了人灾了 最终周朝鲜由于罪不可涉 被判处了死刑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做人必须走正道 别拿法律开玩笑 正义功里在人心 善恶到头终有报